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安 来到6月14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止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中微政却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fi 为大家分析视频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 Rafi 早安 阿姨 星期四美股作个别发展 导致三年跌 但标指和纳指的在创新高 恒之夜期1过8点的再失手万八惯 我等下都问Rafi怎样看最新的市况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点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又或者我们的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5月份的PPI数据显示通胀降温 五大欧洲政局不稳利淡市场气氛 道指组段跌超过300点 其后一度修复失地 修市跌65点 报38647点 英伟达 苹果再破顶 纳指标指都连升4日 在创新高 标指反复升0.23% 收报5433点 纳指升0.34 17667点 美国长借息跌穿4.30 美元汇价回稳 美汇指数1度升0.6% 日本央行星期五议息前日元偏远 欧元跌大约0.7% 法国提前大选后 最新民调显示 总统马克龙的胜选希望下降 政治和经济前景不明朗下 法国股市和债市急错 法股跌2% 德国和英国股市也跌2%和0.6% 焦点美股方面 资金继续涌入AI概念股 晶片设计公司博通大升1.2% NVIDIA再升3.5% 到129.61美元 创新高 苹果升大约0.5% 再创新高 超过微软 成为美股市值第一大公司 而星期四举行股东会 Tasla升近3% 行政总裁马斯克扬言 大部分股东支持他金额达到560亿美元 新收方案 Google和Amazon跌超过1%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腾讯和网易 给本港收市价分别跌0.7%和0.6% 腾讯截宣布376.96% 阿里巴巴跌0.8% 美团和京东跌大约1% Bilibili受惠于代理发行的游戏三国 谋定天下 美股高过港股近4% 卫风控股ADR 给本港收市低0.6% 截宣布67.5% 友邦跌0.8% 港交所跌1% 比亚迪给本港收市低1.6% 接着看看今早上外围市房 道指期货继续偏远 39,044点 至今34点 我指亚泰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要向下 其中日本股市跌0.3%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38,592点 跌128点 南韩股市升到0.4% 澳纽股市跌大约0.1%至0.2%左右 恒指黑期的情况 都要跌150点 等下港股可能不太开 先和Rafi谈谈外围市房 美国继续CPI公布了之后 最新昨天公布了PPI 都见到通胀降温 5月份美国的PPI 就按年升幅 放慢到2.2% 按月近日出乎意料跌了0.2% 主要反映能源成本下降 核心PPI升幅 都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我想问一下 究竟美国现在的通胀降温的趋势 会不会持续呢 因为都很关乎联署局的议息决定 以及昨天意识之后 点阵图就预示 今年只是减息一次 但是暂时看市场 是否仍然可以收货呢 是的 其实我想 过去这两晚最大的关注点 一来就是通胀数据 例如CPI、PPI 以及处局意识的结果 所谓结果当然是看点阵图 因为不是说这次有什么变动 其实过去这两晚 都是唯有这两大方向去看 其实两大方向 表面上看结果 其实有一点好像是挺觉异的 就是如果你看通胀数据那边 看通胀数据 无论CPI、PPI 都的确比预期下得多的 这个是 的确令大家觉得可以减多点息 因为通胀下了才是 有这个减息的空间 所以其实前一晚 就是当CPI公布那一刻 就是8点半钟那一刻 其实当时即时的市场反应 是估计减两次的 你见过利得期货 甚至乎 你估计9月的市场 是的 没错 还有你看到当时的尾期 全部都是飙升上去的 昨晚其实数据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如你所说 如果你看处局意识的结果 点阵图的情况来看 像你所说就减一次 其实如果这样计算 好像是轻一点的 因为你和市场股减两次有点不同 但是为什么都对于市场 没什么太大影响呢 就是说真的 这两晚总体来说 都是叫做硬正 譬如特别是标指纳指更加强 可能导致是稍微弱一点 那为什么市场都没什么特别大影响呢 因为其实这个点阵图 虽然是前一晚的市场 但是其实都很特别 如果大家有看细节目 其实是这个结果 大家表面上看一次 其实实际暗地率仍然是减两次的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点阵图的结果 价值到最后减一次 两次 三次 定计几次 其实很看委员如何去投票 但是其实你看这次 如果说真的 减减两次式的委员 其实比上一次 三月份那一回是多了的 但是偏偏来说 为什么会最终结果只得一次呢 就是因为也是多了一些委员 就是多了两个 不减 是的 不减 令到数据拉低了 但是你看大概 就是佔最大比重的那些委员 都是觉得减两次 虽然出了这样的点阵图 但是市场仍然会觉得 有减两次 其实这个看法 和刚才讲的通胀数据 出来的结果等等是挺配合的 所以令到整个市场方面来计 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影响 那还是叫浸淫在这个 减两次式的一个憧憬 那就比较强了 但是当然 当然我自己觉得 都还是大机会会这样的 但是都毕竟说真的 你说戴头盔也好 怎样也好 其实是真的要再忙的 因为特别是说通胀数据 因为当然减不减息 加不加息呢 虽然以往就两大的方向 看通胀情况 看经济的情况 但是明显的是 这一刻动不动的息率 是先看通胀的 就是这个很直接的了 但是通胀 没错 你说这一刻的数据是下来 或者比预期是下得多的 但是问题就是 过去如果大家又跟开 美国通胀的数据 比如说CPI 虽然处局未必下提CPI 但是CPI 你说再衍生来看PC也好 怎样也好 其实是计算的 但是问题就是 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你看到通胀数据 是可以波动得很重要的 可能这一刻下得比较 这个月下得多 下个月飙回上去都可以 所以你说 是否这么快的确认 一定减两次息呢 其实这个就真的 好像书哥说的 唯有看数据 所以我想暂时 你可以说 这一刻的气氛上 还是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 话说回头 就是几个指数 你看到刚才说到 就是都少少分化的 比如标指 纳指会强一点 道指会比较弱一点 最主要一点 当然是成分股不同 其实明显是 因为现在大家在说减息 觉得再减两次 你看到借息下来 对于一些 就是传统增长内 一些踢股 会比较强 而且刚刚过去这几晚 慢慢都有一只大的踢股 就顶着 是轮着上 是轮着上 所以这些对于标指 蓝指会强一点 反观道指的问题 就是因为 它本身的比重上体 或者里面的成分股 里面 都多一些金融股 银行股 其实这一点 反而近期 银行股 美国那边 其实跌得比较厉 所以这个是有点拖累的 所以我想暂时计 你可以说 可能是偏向分化的局面 会比较多一点 如果继续 大家仍然觉得 减息的预期还是存在的 可能对于科技类 一些增长类股份 都依然会比较强一点的原因 是 大家也想问一问 因为昨晚的市场焦点 还看了欧洲那边 是 因为法国那边 现在正在大选 因为之前就有民调显示 就是极右派 旁立领导的全国联盟 在第一轮 投票前 就好像很有领先优势 法国的财政部长也有警告 如果他们赢了 并且未来会主导经济计划 就担心国家可能会陷入 类似两年前 英国爆发的债务危机 当然你不知道他 因为企业立场的关系 还是怎样 但总之现在是一个 不明朗的情况 其实今年也轮着有不同的国家 有些选举 市况也出得很厉害 所以法国股市那边 都有些影响 债市也是 你自己怎么看 对于整体环球 投资气氛的影响 又大不大 当然一定会有影响 因为始终不敬 由法国一些政局问题 而再衍生到 可能是经济的情况 经济的危机 甚至乎 因为虽然法国 未主要是欧元区里面最大的 但也是一些主要经济体 所以如果再扩分大一点的 对整个欧洲 甚至是环球性去看 或许多一定会有影响 但当然是否很主要 例如看港股 法国那边政局 和港股的关联度 是否真的很高 这个当然未必是 但也会有影响 但当然 我想暂时 这个不明朗 真的要再看 因为如你所说 现在是觉得极有那边 可能在第一轮投票 有机会是有一个 就是现在正在领先 或者那样东西